今天来讲讲栽养树蛙温度和湿度的控制 饲养缸内需要放一个室温度器 随时监测饲养环境的湿度和温度 以我自己的经验 温度在22度到30度 湿度在50%到70%之间都是比较合适的 温度过低的话可以用加热垫进行升温 我把加热垫贴在玻璃缸的背面 这样升温传热比较快 需要注意的是 在树蛙未识结束后 最好是把温度调整到25到30度之间 较高的温度可以帮助树蛙消化食物 湿度只需要在缸内放一小盆水就可以了 不建议用加湿草轻轻加湿 因为它的效果太好了 这样湿度会很高 如果树蛙的肚子长时间透明肿胀 这个时候可以精心揉揉它的小肚子 帮助排水 家养树蛙的平均寿命可以有十多年 让我们一起快乐地养蛙吧 还有什么关于树蛙饲养的问题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关注我 一起来养蛙